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們可以看到 我是個完整的呈現 但是這位性感在遠遠 可不要小心 一不注意就露出本性 就不是這樣 你看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把手臂練出來 然後有肌肉 真的耶 然後我老公其實他 還滿討厭我這樣的 為什麼 因為他說 你不要老是這樣子好不好 你講人家男人 對健身成果 超滿意的Ella 和老公正計劃 明年要生Baby 她只豪地說 肚皮已經準備好囉 對 跟范范討論說 是不是真的有運動過的人 比較好生 因為你會知道哪邊用力 你的核心比較有力 所以我現在 反正到時候我就知道 上周末Ella和老公去范范家 抱飛飛翔翔的照片曝光後 Ella整個母愛噴發 表示自己相當喜歡創胞胎呢 翔翔真的很淡定 然後飛翔就比較好動 對 比較愛哭 然後很會裝咳嗽 裝哭這樣 可是我覺得好有趣 就等Ella的好消息囉 我一定是那種 小孩很愛的媽媽 我倒 Ella真是越來越火辣了 難怪代言的健身房要再跟你去約 今天Ella出席記者會現場秀出最新代言海報 哦 筆鞋都要噴出來了 他還和猛爛大熱舞 但是這位性感在遠遠可要小心 一不注意就露出本性 就不是這樣 你看看 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我手臂練出來 然後有肌肉 真的耶 然後我老公其實他還滿討厭我這樣的 為什麼 因為他說 你不要老是這樣子好不好 你真的很像男人耶 對健身成果 超滿意的Ella和老公正計劃 明年要生寶寶 他只豪的說 肚皮已經準備好囉 對 跟范范討論說 是不是真的有運動過的人比較好生 因為你會知道哪邊用力 你的核心比較有力 所以我現在 反正到時候我就知道了 上周末Ella和老公去范范家 抱飛飛翔翔翔的照片曝光後 Ella整個母愛噴發 倒是自己相當喜歡創胞胎呢 翔翔真的很淡定 然後飛翔就比較好動 對 比較愛哭 然後很會裝咳嗽啊 裝哭這樣 可是我覺得好有趣 就等Ella的好消息囉 我一定是那種小孩很愛的媽媽 我倒 我倒楣 我倒楣